元宵节前夕国魂礼、国联礼和国华礼共同举办的元宵社区音乐会在一系总社前举行 而板桥次宗里里长林文杰还提供了200个农年造型提灯发给在场的乡亲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气氛 元宵节社区音乐会今年已经迈入第29个年头 今年同样邀请到了由江振峰老师所指导的升华国乐团 为大家带来一连串经典的乐曲 板桥赤松礼、礼长林文杰也提供了200个农年造型的提灯 发送给在场乡亲民众 让民众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过年气氛 这几年来我们跟我们邻居的举个礼 就是我们国花礼还有国连礼也一并的来做这个联合的音乐会 那这次非常高兴就是成本我们一庆总社理事主席 他也协助我们在这一次的提供场地跟音响 让我们这次音乐会能够很顺利的完成 那也感谢非常多的社团来参与我们共同来举办这个音乐会 那我们每年都是在元宵节前的晚上来举办这个音乐会 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附近的里面都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 欢迎一信在地的这种金融机构 尤其我们感谢国婚礼赵礼长多年来在举办这个音乐会 他一年有两次就是元宵跟中秋在这节庆之前 在我这个广场来办音乐会 我们希望以相亲共同来共襄盛举 元宵社区音乐会已经成为了国婚礼的指标性活动 去年加入国联国华两个礼之后 吸引更多的李明来参加 活动的举办不仅是增进李明的情感 更增进了社区团结跟幸福的气氛 记者花莲市采访报道